我們今天來到這麼厲害的展示中心 我們要把它化身成我們的攝影棚 我們現在就上工了 走 他們玩了 就等了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次 說是Luxury Class的區域 既然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完整的包裝成攝影棚 也非常歡迎 我們有20來位的這個 競賞團朋友們加入我們 歡迎我們三位車座 我們先請入座了 我們今天開下的任務就在我們現場 就是BMW的2 Series Grand Coupe 要講到Grand Coupe 瑞迪哥 我記得以前我們都講說 房車有便利性 雙門跑車有帥氣 可是這兩個很難堅固 淤與熊掌 可是當這兩個元素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之後 Grand Coupe就變得在市場上 是一個很競爭白熱化的產物了 2 Series Grand Coupe 這一台車坦白講 它在BMW我覺得是意義重大 因為在整個房車裡面 算是所有該有的評價全部都給好給滿了 對我們從Grand Coupe 這個系列來講 最早有這個4系列的Grand Coupe 再來就是我們所說的8系列的Grand Coupe 也是頂級款 但是為了市場的廣大 跟銷售量的擴增 所以後來又出了這個我們今天的主角 所以2系列的Grand Coupe 這個M235 X-Drive的Grand Coupe 因為我們看這個汽車的設計 其實希望就是說 原來的雙門車 原來的四門房車很中規中矩 而且有了 像這樣子把雙門變成四門的演變 會不會影響乘坐空間 那這點原廠其實也有考慮在內 後座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空間 不是要像以前只是說 只做一個外型出來 對於空間來講是不夠用的 今天就是走實用化 跟所謂跟BMW的這些運動感相結合 所以創立出這個Grand Coupe的系列 那應該說它是獨特的一個新的系列 應該說也很新奇 也很稀有 現場這一些 眾多的建賞團們 他們擁有的BMW數 可能比我吃的米還多 因為很多都是車主 所以等一下可以開放各位提問 現場另外一個主角 這叫負魚子 8GC也在現場 如果以德克新頭豪 當然是8嘛對不對 你是8 阿德他在他家裡 各處都藏了很多小豬鋪滿 當他把每一隻豬都砍了之後 發現存一存 8還要很有遙遠的距離 但是2GC他買得了 純屬巧合 就是阿德 對 我走走的時候 都看到你朋友阿德 阿德 好啦阿德 我們來看這台 坦白講我覺得2GC 這台車 光線照射下來 你會覺得線條是非常非常迷人 你要說Grand Coupe 等一下看他後面超美的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2GC 他對我來講就有點像是 小家碧玉的那種女生 就是他的那種氣質婉約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清新脫俗 那8感覺就有點像是 就是Grand Coupe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翻譯成叫跑車 因為雙門是跑車 四門是叫車 他等於融合了跑車的造型 但是又兼具防車的實用性 2GC 他其實某方面融合很多像8的元素 對 譬如說他的水箱護照 他往外拉寬 那搭配他的陰眼頭燈 而且這是LED的 LED頭燈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照射距離大概都有300公尺 300公尺就是你油門一擺 開始吹的時候 哇噗噗 他磁數大概都已經超過150了 他的臉狀式的水箱護照 他算是M235的一個特色 而且還有包括他的赤灰色 赤灰色很好看 然後專屬的M Performance的一個 就是等於他一個特徵 包括他的空力套件 而且他的空力套件是有學問的 不是說讓你看起來霸氣就算了 就是當你在高速撞崩的時候 他的氣流會從這個氣霸 把煞車的餘熱導出 而且他的軸距 你看這台小台 他的軸距是2670mm 他等於是利用四個輪子外張 再加上他比較低寬圓的 線條設計 你看起來會覺得 他的躍動感比較鮮明 而且他還有平整式的底盤 就是你高速行駛的時候 他會底盤跟路面形成真空 他會產生吸附力 所以你晒起來 更貼力 對 你會覺得更貼 就是他的速度感 很鮮明 而且你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底盤變得更沉穩 那再來就是 他的輪圈 因為他是M Performance 他等於是專屬的 18吋的胎圈 而且你知道他的煞車也是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藍色的卡鉗 就是光視覺看 你就覺得很爽 因為M Performance 他會有一種優越感 而且他還用了跑車懸吊 這個跑車懸吊跑在哪 就是他阻尼經過調整 就是很嚴密的調整 他的高度 降了10mm 10mm是1公分 不會太低 但是因為他要兼顧你日常的實用性 身為一台轎跑車 他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很重要 一定要 無窗框 對 有窗框好像嚇一味 對 無窗框你會覺得更灑脫 尤其在開門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嚇趴的感覺 這一台車我覺得最漂亮是 你要從車尾45度角去欣賞 從這裡往上看 你就知道什麼是轎跑車 因為它光吸住 都跟人家不一樣 對 它是斜肺下來 然後搭配極短的車尾 我覺得這個地方最迷人 最動感 就像我們欣賞一個身材很好的女人 它這個小尾翼我特別喜歡是 它一般的尾翼就是一條 一條那個 你看它是兩邊 然後這樣駝峰式的下來 然後再搭配它新世代的尾燈 會讓你覺得很立體 而且它的光調在晚上特別漂亮 而且光是這個保桿 還有孔洞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分流器 你知道它的尾管 它的口徑剛好90mm 這個90mm也是有照它的比例去衡量的 它不是說 隨便規劃一個90就好 因為設計師覺得 這樣子的視覺效果是最完美的 大家想不想聽德哥 拿出最厲害的碳嬌本領 口徑 快點 我在那邊 它可以炸到306皮 就是發動以後這樣 噗噗 你先把引擎蓋打開來 我先把引擎蓋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台車應該說 連我這種小綿羊路線的 嬌嬌女 我開我都覺得它挺刁鑽的 而且我還能駕馭得好 因為渦輪增壓 它的它已經算是輸出算很棒了 因為2.0公升等於平均1公升 它已經超過150匹的馬力 我知道大家聽我這樣講 一定很好奇說 欸 那 這麼一款看起來性能很好的車 它聲音是怎麼樣 好 我們熱烈早就歡迎導航上車 對 我們就直接吹了 大哥德 請出動 你的右腳 我聽到不不不不不不 我要跟大家透露一個黑科技 是 一般靜止的話 你即使熱車靜止 它大概到4000轉 它會有保護 但你把動態穩定系統全解 你會再拉到紅色 然後再收油聽它尾管的藍爆聲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完全冷的 對 現在摸過冷冷 所以它等於要稍微窩明1分鐘 所以我們就大概發一下 但是你會發現我在收油的時候 它尾管還是有一個清澈的藍爆聲 謝謝德哥的分享喔 我先問一下在場的各位 因為我們剛剛講BMW那麼多車 你有體驗過 不要說2GC 就2Coupe 有試過2Coupe 或家裡曾經有過2Coupe 可不可以舉個手 來來來 有請有請 2Coupe有試過嗎 有試過2Coupe對不對 或家裡有對不對 我開了 你開2Coupe 漂亮 來來來來來來 既然開過你 你坐駕駛座 請來 童哥我們到副駕 是裡面的氛圍 哇 有沒有很新的感覺耶 很不一樣 你家裡的那一台車是 M2C M2C 這童哥是車友喔 對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儀表版的部分就是 跟我們之前的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10.25吋的中央螢幕 還有這個Infotainment的部分 全部都是新設計 而且這個跟新的X53系列 還有8系列全部都一模一樣 所以雖然說是2系列 但是它完全沒有打折扣 包括它的控制 包括它的啟動 現在都在這邊 不用在這邊找 然後它的排檔感也是全部線控 而且這邊也有無線車充 加上那個Apple CarPlay 整合起來非常漂亮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飾板 很有質感 卡蹦的感覺 對不對 類似卡蹦的感覺 類似卡蹦的感覺 但是它有氣氛燈在裡面 所以它還可以 你看像這邊有藍色的 還可以改成不同的顏色 據說有6種顏色 對 透過中間的控制螢幕 全部都有 而且換檔撥片 也是很漂亮 而且這個方向盤 握一下 握一下 可以握 感受一下 對啊 夾抽 鑰匙也是最新的設計 對 這個漂亮 沒有比較薄 對 而且 而且我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這張椅子 有沒有 這張椅子其實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第一次看到在哪 就在Z4的跑車上面 那現在235就有了 這個還有幾皮的 加上縫線 然後中間又有科技布 都會弄髒 最重要就是 這個旁邊 很包覆 試試看 就是 那種賽車座椅的感覺 而且 它是標配嗎 標配 而且它有氣 氣沖 所以妳的這邊 都可以調整 我們玩車的時候 因為那個機質太高 一般會只近一點 對 對 就是這個腳要踩錯 平常開車的話 會往後一點 所以這個做起來 妳看 完全撐住 對 它這個 我會害來害你 對 就是很包覆 不是最 不是同椅 不是同椅 同椅以外 就是這個 沒錯 腰部的支撐很夠 所以 我們在過山路 過山道 或什麼 幾夜吵架的時候 這個就挺不錯 對 而且妳看 它的安全帶 也是M的 OK 我們直接坐到後座 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曾經有 家裡有過2Coupe 不是2Grain Coupe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巧妙的 空間變大的感覺 我不知道 問完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 大很多 我都大很多 對 這個妳看 我現在是我正常開設的位置 它這個 一個拳頭以上 超過一個拳頭 超過10公分 對 而且它有 而且它有 兩個USB 後面有兩個USB Type C 它是設計給三個人做 對 它可以坐到三個人 你看那個安全帶就知道了 對 它西部空間比2Coupe多了33mm 那椅子往上調你 你覺得嗎 有比較高一點的感覺嗎 好像高一點 好像多了12mm 因為我們只有坐後面 所以比較高 因為他都在開車對不對 謝謝王大哥 謝謝 2Grain Coupe 因為它的 每款的線條 你看這後面這樣下來 我覺得Coupe 就是很容易吸引人 因為它就像跑車一樣 對 那這個車我既然要講它叫叫跑車 那它就真的要能夠 把持住跑車的元素啊 德哥這台車就曾經出去消費過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買2Grain Coupe 你不如就直上M235 除了你整個視覺感 還有我剛才說的 你的優越感會比較鮮明以外 它操控其實會讓你覺得很特別 但是它的M235 它是四驅 你在惡劣的氣候下 你會覺得信心度比較好 尤其它要搭配跑車懸吊 18寸的胎圈 而且它四驅系統很聰明 就是它在極限的狀態下 就譬如說好 我舉例 我們在高速的時候 它因為要省油 所以它可以維持百分之百前輪動力 然後後軸甚至是零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下大雨 或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甚至前面可能有些路亂是積水的 它動力會馬上抽送到後面後輪 它會變50比50這樣過水 你會覺得很猜 而且它打滑的那個輪子 只要一打滑 它會把其他的動力抽送到其他的三個輪子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後軸還有一個LSD 就是它會防滑 那就是說等於你在不同的路況下 你開你都會覺得很過癮 那你甚至開的 覺得我已經適應這樣的動力 你甚至可以有時候 在安全的情況下 譬如說山路 譬如說賽道 你可以把動態穩定系統 它有兩段飛鏡 又要關是不是 你先按Track Track模式就是說 它可以容許你比較高的極限才介入 所以整個開完 就是熟悉它的動態表現 你會覺得這一台車雖然小巧 但是很流暢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四驅的設計 但是BMW還是盡量的想要讓它擁有一些 之前BMW二Coupe 或者說後驅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過彎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在極限的時候 如果你收一下油門放一下油門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尾巴會稍微的帶出來 就像德哥講的 這個會把你的轉向不足解決掉 但是又不會像很多人開BMW 跟我們講就是說 哇這個動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說我好像 隨時要失控的感覺 就是你控制得了 你掌握得了 handle得了它對不對 沒錯沒錯 各位跨界小硬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你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要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公司 多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